嗨大家好,我是吳瑋 今天要來做 已經休息了很久的提醒詳解 然後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 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不過我覺得我還是很想要把它再來 演練一遍給觀眾看 今天這一題就是很有名的3.47秒這一轉 也就是目前世界三階紀錄保持人杜宇森所創下的這一轉 好,那眾所皆知它這一轉是用紅底來做嘛 螢幕已經把它列在上面了 來趕快把握機會把它轉出來 OK,來我們來看一下它是紅底嘛 當然如果因為你已經知道它是紅底做出來所以我們自然會從紅底去觀察 但是如果你不是紅底你可能也是跟我一樣會用白色去看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白色這樣子 其實 什麼都看不出來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打亂嘛 但是如果你把它轉到紅底的時候你會發現 欸,大家看得到嗎 你看到沒有 顏色對了顏色對了 其實它已經十字裡面已經送了兩組 再來其實還有很妙的地方是這邊有一組 這邊也有一組 但是我完全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 這種情況我會忠實的把它重現一遍 好,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做解釋 好,它選擇紅底嘛 然後是這個方向來做 OK,好 第一個呢做一個U然後把這個 轉下去之後 其實轉下去這個下去之後 這一組F12就上來了 所以它要達到的是兩組 Double X-Close的效果 好,來 然後再來 U'回來之後 這個要讓它 從這邊下去嘛 欸,這樣子下去嘛 可是它又不能夠 直接下,因為直接下來 這組會被切斷 所以說它就先做一個 F' 好,下去之後 然後 那 好,這個時候我不急著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一組已經在這邊Standby了 所以再一個U' 有沒有,在這個地方 然後給它一個L回來 來 幾個動作而已 有沒有,很完美的Double X-Close 而且都在同一側 好,接著來馬上做 一個 好 在這裡嘛,白藍 好,白藍 一個下去之後呢 一個下去之後,馬上接 這一組 這一組 有沒有,紅 然後黃藍 這一組這樣子 好 這邊湊起來了 好,U2 然後這樣下去之後 OK,這個時候一個U' 馬上就是一個 簡單的 那個 三個角嘛 欸 調皮 很多人其實不是六底 那當然我們比較 熟悉的像Felix啊 像大公園啊 杜宇森啊 那我好朋友 好,他們都是六底的高手 所謂六底 就是說 他每個面他都可以當底色先做 嘿 我們一般人是沒辦法 因為要練到那樣子 你必須要 非常非常大量的練習 那 可能 可能 那個天分啊 還有那個時間不夠的話 其實真的沒辦法做到那個樣子 所以說 我用白色的思維 白底的思維來解釋這一組 那要怎麼樣做呢 就是 你在打亂的時候 通常我們打亂是白上綠淺嘛 這個時候你看喔 白上綠淺的時候 紅色在哪裡 紅色在你右手邊 也就是說白上綠淺打亂 然後他選擇紅底做 所以這個時候是右手邊是底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只要把 白色的面把它擺到原本紅色的位置 就是擺把擺到 你的右手邊這面去打亂 不管是整個哪個方向在前面都可以 只要是白色在右手邊 這樣子去做打亂 好那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一樣的排列 但是是以白底來作為呈現 這樣子 好這個時候我們用這樣子再來做一次打亂 然後白色在右邊 然後選擇橘色頭上 OK好這個時候來擺底 然後他是 ZY嘛好這樣子把兩個已經好了的放在 後邊跟左邊好 這個時候其實如果你比較熟悉的玩家 其實你坐到這邊你可以先暫停 暫停一下 觀察一下這一顆現在什麼排列 很漂亮 很漂亮為什麼來 你已經看到你前面已經一組F12 然後呢 下面也一組 有沒有 這邊這邊都一組 然後你就 只要想 在做十字的時候要怎麼樣可以維持這兩組 不要去把他打亂 那第一個是這邊 白藍拿到這個地方來 紅藍 這樣子 過來然後 一個U2 這個時候他下去了 他上來了 好兩組F12現在都在頂層有沒有 很棒對不對 好這個時候 來 U'回來 然後 剛剛已經做過一次 其實 這個時候用白色來做就會變得更清楚了來 這一組 先一個 F'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這組直接下來的話 他就被切斷了嘛 好所以 先一個F'把這一組完整的先抓下來 好這個時候 做你要做的十字 十字好來這個時候白橘下去了 然後他在後面這個白綠要回來的時候 有沒有這一組 F'就可以直接一個U'然後再 回去 有沒有 完成了非常漂亮的 X cross 好來這個時候 一個U' 好 這邊 基本形 這樣子回來的時候 再回來一步 因為他已經看到這邊在這裡了 已經看到一個 藍綠在這裡 紅藍在這裡 好就這樣子 一樣 U2 好 從後面放進去 有沒有 來F'好了 一個U'來簡單的換三角 來 調皮 好剛剛這樣子下來 那統計一下 算了一下 一共是2728步 然後 他總共花了3.47秒 所以 即使 我不要說他紅底啊 就是說 就算他用白底來做 用一般人習慣的那個角度來做好了 你的一秒鐘 他也是轉了7-8步 一秒鐘也轉7-8步 其實這個基本上就是神速了嘛 所以 我們今天說他很lucky 他用紅底做出了很短的步驟 沒有錯 可是 他的實力其實還是有目共睹 所以 在去年那個那一場是五湖公開賽嘛 去年11月24號 這個我都記得 在安徽省 那個比賽他當下破了 可是他不是在決賽 他是在應該是 初賽還是預賽 他那一轉其實是一個大家沒有很 特別注意的一轉 可是他確實是 轉出了那樣子的速度 那當下 沒有人 是錄影 他自己也沒有錄然後也沒有觀眾錄 所以只能夠想盡辦法找到那個 比賽賽場剛好一個角落 有一個 監視器剛好錄到一個動作這樣子 他轉出來 可是其實那看不到動作 因為他破了WR 那這個是大勢啊 會馬上去想要去了解說是怎麼轉出來啦 不過其實他很快就給出了正確的答案這樣子 那台下也很快點就馬上就有復盤嘛就是把 那幾個動作做出來啦所以 這個就毫無疑問啦當下就變成就宣布是WR這樣子 杜宇森這一轉他有沒有 幸運的成分在 有 而且可能還不只 一次兩次很多次 好幾個巧合湊在一起 但是 你有沒有抓住這個Lucky的 實力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來練六底 因為其實如果你的 觀察力不到的話你去練六底反而是 沒有效果啦 只能說 你有空的時候可以試試看 換個角度來練 搞不好你會發現 其實從紅面做從局面做 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一個手順啊之類的這樣子 也就是 呼應我之前 拍過的影片 觀察還是比較重要 真的就是魔術板塊 手術固然是很重要 可是 你的觀察力如果有到的話 你手 可以不用那麼快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 追求的這個目標這樣子 好吧 以上的這個詳解我覺得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研究過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沒看過的人對你是有點幫助的這樣好不好 好的有任何問題的話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囉 希望以後我可以 有空再多多做這種 Case提醒詳解啦 OK我是吳偉下次見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